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翻外 第六十七集 儿大不由娘 承霄感觉自己是坏阿姨 自从有了螺旋桨 就多了一个小人 躺在他们两人中间 睡前洗澡 讲故事 都是年着顾难停 承霄可以悠哉悠哉看会剧 洗个澡 敷个面膜 好像这个儿子 就没他啥事 承霄搞不懂了 不是说儿子是妈妈前世的情人吗 为啥在他们家是相反的 这个小家伙不沾他 有时候承霄会讨好他 妈妈给你洗澡吧 螺旋桨却四处张望 我爸爸呢 不是快下班了吗 这不是还没下班吗 爸爸也很累的 今天妈妈给你洗 不行 我是男生 你是女生 你不能看我的隐私部位 螺旋桨说起来条条是道 你还小 没关系 承霄笑着争取 我不小了 爸爸说 我是小小男子汉 不等承霄说什么 螺旋桨就跑到门口 迎接顾难停回家 无语了 承霄感觉自己 好像是个坏阿姨 而大不由娘 才上幼儿园 承霄就体会到了这种心情 承霄上班跟夏至吐槽 儿子不轻叹 夏至听了 一拍大腿 你就知足吧 我就希望我家闺女 啥事也别来找我 都去找宋宋 你不知道多烦人 太黏人了 啥事都找我 我一回家就围着他转 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了 宋宋在家里带不带娃 做不做家务 那回家就跟老大爷一样的 回家就喊累 往沙发上一躺 等到吃饭了才起来 吃完又躺下了 让他做点事 我要盯在后面催 喊一下动一下 不喊不动 洗个碗 就只洗碗 灶台和锅都不洗 让他给娃洗澡 就真的只洗澡 头发都臭死了 我还要再洗一遍 夏至吐槽起来 也是满腔怨言 宋宋在家里 是这个样子呀 平时在公司看不出呀 挺轻快的 他做事毛毛躁躁 上次把我闺女摔了 做事太不让我放心了 要喊 要盯着 还做得不好 真累 还不如我自己来 夏至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夏至 没想到你当妈后 这能干了 果然是为母则钢 我就不行 我对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提不起兴趣 谁愿意干谁干 做得好不好的 我也没啥资格说 只要不让我干 你家有顾部长啊 啥都干得那么好 哪里还需要你动手 但凡送送有顾部长一半能干 我也偷懒 承霄转身就把夏至夸他的话 告诉了顾南婷 承霄 今天又有人夸你了 顾教员 顾南婷 说说看 承霄 啥都会 啥都干得那么好 我怎么那么幸运呢 嫁给了你 顾南婷 我也很幸运呀 娶了你 每天都很幸福 怀孕生娃 三岁前 是夫妻关系 最脆弱的时候 我们也挺稳度过了 我觉得 我们可以过一辈子 承霄 谢谢你 老公 对我这么好 你说送送 为什么在家里 会是那样的 夏至跟我吐槽 很多次了 顾南婷 其实男人 也需要鼓励和表扬 需要时间来成长 我一开始也很多不会 做得不好 但你每次 都在旁边夸我 说我多厉害 我听了心花怒放的 自然做得更有动力了 而且你对我也很好 但你从来就不说 每次只说 我对你的好 这些我都懂得 承霄靠在顾南婷肩膀上 拿着她的手 绕呀绕呀绕 笑如明媚 比结婚前 更添了一些柔美 顾南婷抬起她的下巴 忍不住凑过来亲了一下 乘着螺旋桨睡觉的中午 两人腻歪了会 竟有了偷情的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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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